对于喜欢摇滚乐的朋友来说呢 一定是个不眠之夜 因为在昨天晚上 英国老牌摇滚乐队山羊皮 来到了上海热力开场了 是的 昨晚整个上海大舞台 都沉浸在英文摇滚的 迷幻和疯狂当中 我们在现在再来回问一下吧 额弦刘海被汗水浸湿到根根分明 黑顺山因为流汗而紧贴在身上 演唱会才进行了不到20分钟 山羊皮乐队的主唱布莱特安德森 一时憨如已下 虽然年近50 但这位老牌唱将在舞台上的卖力程度 丝毫不亚于一个出出茅庐的摇滚青年 在当天时长约78分钟的演出中 布莱特安德森几乎一直保持着 极其亢奋的表演状态 而唱到忘情处 他甚至把手中的有线麦克风 当成了九节鞭 舞的那叫一个风声水起 偶像如斯麦里演出 歌迷们的热情也同样毫不逊色 山羊皮乐队刚一出现在舞台上 许多前排歌迷便一拥而上 挤到了舞台前方 直到中场都不肯推后半步 而与此同时 后排的粉丝们为了避免被挡住视线 也齐刷刷的站到了凳子上 高举双臂 喝止音乐的节奏尽情摆动 场面堪称火爆 山羊皮乐队自1989年成立以来 就一直被视为甲壳冲乐队的接班人 2004年乐队曾一度宣布解散 不过好在六年之后 五位乐队成员又走到了一起 此次在上海开场之前 山羊皮乐队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演出 不过北京这样的表演却被当地歌迷指责 演出时间太短 不值票价 于是这回上海战演出 山羊皮乐队专程加唱了两首歌曲 总算是给互上任迷一点小小的特殊待遇 一位新天币宋晓彤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